早上看到一条新闻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我觉得新闻的女孩子 如果上了30岁以上去相亲 别人给你介绍的 不是二宫带几个孩子 就是40岁以上的老头 不管你是什么学历 有没有房子 或者说一年赚多少钱 有什么样的价值 只要你年纪大了 就不如一个20岁年轻貌美的服务员 好 咱先不吐槽 正好我看到了另外的一条路 就是你还可以出海找老外 比如这是一家跨国婚恋交友网站 首页禁绝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德国 各国帅哥琳琅满目 往下拉是他们的成功案例 这些成功案例背后什么故事呢 山东农村姑娘 嫁美国农村小伙 地球的这边 是除省丈搭的堤法 地球的另一段 是结婚省字的堤法 就这条把姑娘 从地球的一端 运送到另外一端的路上 这家机构可谓从未输过 不论你对自己有何种担忧 地球另一端的男性 总能够无条件的将你纳入 学历第一怎么办 小学文化农村姑娘 嫁名校高学历英国人士 不会英语怎么办 湖北农村黎一大妈 自学英语 带娃嫁瑞士小伙 身高也不成问题 一米五八能够找一米八 离过婚怎么办呢 东北黎一大姐嫁英国男士 大姐初中文化 男士是牛津毕业 幸福不分国界 不分年龄 中老年一国婚姻 嫁对人是幸福的开始 离异还带娃怎么办呢 担心妈妈带八岁女儿 嫁南非小伙 老外未婚比我小 家境好学历高 把我女儿当亲生的看 同意我不再生孩子 年龄再大也不成问题 陕西姑娘二婚 远嫁小九岁的法国老公 甚至离异二十年 也能在这里找到真爱 辽宁大姐一见钟情 一大位男士 54岁都美大姐远嫁英国绅士 在这里 工程师机长 金融行业经理 娶农村大领的低学历女的故事 逼逼解释 小学文化加高学历 初中文化加德金大学 这明显与我们传统的观念里边 的这个门当户队不一样 甚至还有刚学英语的 这么快不仅能够最大入流 还能够谈恋爱了 难道外国人真的对中国女人 都痴迷到这种程度了 像机构所说的 爱不分国界 不分学历 不分年龄 这样的故事 存有一种一言假的感觉 但是转念一想 咱们中国男人 不也是喜欢找越南老婆吗 这么一想倒也感觉合理 那么这样的故事 究竟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那么这些机构 是如果找到这么多 愿意娶中国女人的外国男性的 又是如何帮他们配对的 这些男性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如果是假的 他们又是如何利用 这么多的视频案例 是怎么会有的 这样的骗局 又是以什么样的人群下手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黑暗森林系列 第29期 我是申巴商业黑暗一面的甲白 这期带你们走进 跨国婚恋终结背后 一个存在了20多年 却依然活跃的连环骗局 来加一下客服啊 多大了 婚姻状况怎样 想去哪个国家 问题都到点了 我立马模仿成功案例里边的这个故事 给自己编了一个 45岁 离婚了 有一个女儿 两岁 我在工地给人煮饭吃 编得很离谱对吧 我就想看一下 面对背景如此棘手的这个客户 对方会怎么回我呢 我想他现在一定是在 努力的寻找我的优点 然后进行放大 那么他的回答一定是这样的 亲爱的 您在工地煮饭 毕竟是厨艺惊人 那么老外都特别喜欢中国美食 这样优秀的您 一定会被喜欢的呢 再说了 您还是带我 老外直接就当爹了 这得多开心 嗯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呃 嫁到国外是移民 费用要四五万 您的工作收入能承担吗 糟糕 被怀疑了 工地煮饭 听起来就好像没什么钱 可以被骗 对方非常客气的在暗示我了 我们的服务都是有这个长的 只能硬着头皮告诉他 那当然是可以呀 接着他告诉我 欧美的发达国家都挺好 我们家的姐妹比较多的国家 比方说美国呀 法国 德国等等 看他如此认真的吹嘘 看来是信了 于是我们约了一个电话 教一下你们这个那个服务嘛 就是这个 你说你四十五岁了是吧 对 你根本不像四十五 我帮别人问一下 不是 我问一下你到底多大 车也大 你要说实话哦 我三十五 三十五也不像 那这个是真的 你估计也就三十左右 三十五是真的 你孩子两岁了 你的资料是真实的吗 真实呀 有点尴尬 换个话题 我了解一下这个服务内容包括什么嘛 你刚才说你是为谁来问的 我们单位有人要 然后他就让我帮他问一问 他不太懂 不是你本人是吧 我本人也可以考虑 但是我没看懂这个项目 他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儿 我这边也是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 差不多 跟他差不多 其实 你做什么工作的 要问那么清楚吗 小互联网公司 你是互联网 他是工地做饭的 你们俩咋是同事呢 我们有那个项目嘛 就是承包给他了 我们有落地的项目 对话到这里甚为尴尬 感觉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不能这么编 工地做饭实在没啥发挥空间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正当我还在想 接下来怎么聊的时候 这位赵老师接下来的话 直接震惊了我 听我说 如果你们想做这一行 想要做这个事情 没有必要这样聊 是不是 天哪 他把我当成同行来做静调的 接着赵老师还非常自信地说了一句 都很清楚的 那这位赵老师是清楚什么呢 我说你们是不是做移民的 还是说想要做这个行 在赵老师的推断里 我是一个移民公司的销售 因为政策影响 客户没法移民 移民公司接不到单子 只能转型于跨国婚界 但有苦于无从下手 于是到这里来做卧底了 那你现在移民取消了 你也没招啊 对不对 没想到 赵老师直接给我点名了出路 其实你们要做移民 如果有人想嫁 我们也可以合作 也是一条路 但你们现在就插手来做这个东西 哦 原来我还可以是移民公司的销售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人设 如果你们经验 你真的不太容易做 你给会员都找不到什么 你想一想 疫情之前有了一两百家公司吧 对不对 疫情的时候为啥全倒了呢 按照老师的说法 公司已经成业几十年了 现在管理是二代接管 这二代负责的人就在国外 有自己的人脉 找这些优质的客户 来供中国女孩们选择 那么赵老师的机构 只做男老外婚配吗 怎么没有女老外呢 有是有啊 但是外国女性 她本来就很注重于自由 是不是 她本来就很自我 她不可能为了你一点金钱 来低下她高贵的头颅 如果男生想出去的话 谈恋爱 这可能性比较大 就为她爱上你 否则她不会嫁给你 这就是外国人特性 那男老外 为什么愿意娶中国男 中国女性呢 这就谈到一个 中外的婚姻的一个模式情况 你要想一想 我们中国婚姻女性 在婚姻中 是什么样的状态和地位 比较低是吗 不是比较低 是女人很顾家的 对不对 很爱孩子 愿意为这个家付出 可是外国男性 跟中国女性是对等的 国外的女性出轨率是很高的 男性没有那么多 除非这男的很有钱 很有钱的话 肯定都是这样子的 玩呗 但你们找的不是中场以上吗 不也是有钱人吗 亲爱的 我有个电话来了 我先接一下 赵老师是真的有电话来了 还是选择回避呢 刚刚他还是这么跟我来吹的 很多会员说 我也有朋友嫁出去 在国外生活的好辛苦 要我们干嘛的呢 我们本来就是 第一时间给他屏蔽了中产阶层 上的人员 下全屏蔽了 这就是聊天工地 要说什么专八专六 就是专十来了 你只会聊天 你也未必能从他的语言当中 判断出他很多东西 这是很细微的 但是需要工作年限的 总之 他们的老师 不仅英文了的 还洞察一切人性和沟通方式 能从聊天中判断出对方的性格 经济情况 有无黄种人歧视 家暴等问题 这位老师是怎么判断的呢 我肯定不能告诉你 和赵老师聊完 我差不多是被说服的 商业模式的 好像也不存在问题 这不就好比是中国男人要去找越南老婆吗 确实可能就会有部分的外国男性有这样的需求 而只要承接好这部分的需求 配对或许难 但并不代表不会成功 相比国内对女性非常苛刻的要求 像这些二婚的大龄女性出海嫁给老外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事实真的会如此简单吗 我还是有些不相信 这家机构早在2011年 就被央视的教练访谈曝光过了 肯定随便一搜就能搜到负面的投诉 打开微博 豆瓣 小红书 黑毛投诉 怎么都没有呢 这不合理呀 如果真的是拙劣的假老外骗局 早就应该被投诉很多次了呀 难道他们果真转向正规经营了吗 不过网上虽然没有被投诉过 还不足以证明他就是100%清白的 于是我打开了天眼查 果然发现了 2021年 这家机构曾经因为发布虚假广告而被处罚 各种律师所组成的支持机构 海外婚恋机构战略合作 翻译人员毕业于大学本科 得到海内外政府和媒体宣传报道等 既然这么多的信息作假 那么嘉宾资料大概率也是假的 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完成的呢 如果嘉宾只是找来的演员 那么成本势必非常高 机构还有得赚吗 而如果嘉宾是虚构的人物 如果女会员要求和男嘉宾聊天见面 这一切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机构为何又有胆量提出一个 三年包成功的套餐 这不是给自己买雷吗 就在这时 我顺手点开了天眼查上面这家公司的开庭公告 有两人起诉了这家公司 暗游是何曾纠纷 随后我在裁判文书网上搜到了 两份的诉讼判决文书 看完这个局势瞬间明朗了 没想到这年头 婚恋中介还能这么玩 所谓的老外根本就不是机构自己的人脉 更别提什么筛选机制 而是咱们帮客户在卡尔国的婚恋社交平台上出的账号 在软件上搭上来的客户 说白了就是帮你聊一个海外版的默默 这份判决书上写道 创文账号由被告的工作人员操作 在收到交友的邮件后 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先与对方进行交流 然后由原告选择是否继续交流 或者直接由原告与对方进行线上交流 那么整一个骗局是怎样完成的呢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原点 假设我真的是一位渴望婚姻的大革女性 这些中间的便会这样向我洗脑 一开始的重中之重就是让我相信 外国男人比中国男人好几百倍 先来一个名人加持 张亚玲他妈黄亦凡说过 如果和西人谈过恋爱 就不会再想和中国人谈 放屁 那和西人谈恋爱结果是有多好呢 如果看到这儿你还不心动 还觉得会员费太贵 他们也会直接下狠招 在清明节的天 他们发的文案是这样的 清明节到了 如果人没了 潜约有什么用呢 舍不得花钱找优胜男人 那有可能遇到今后让你花钱 更多的小心眼男人 那机构推荐的男人是有多优秀呢 看完这些档案多优秀 我是不知道啊 语法是有多差 倒是一心二主 咱也不清楚 这是机构可以用语法 这种错误增加外国人的感觉 还是机构的翻译视频就这么差 我不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人 在所有 而且这些老外出其一致的 对微笑非常在意 这位37岁的西班牙老兄说 我愿意把我的心和微笑给你 你愿意接受吗 还说上帝为我准备了一些东西 准备了什么东西呢 准备了您的微笑吗 这位36岁的美国老兄说 我想要的女人 她有一个好的标准 她看到天空时微笑 这算什么好女人标准 看着天空微笑 这位40岁岁的老兄说的 就比较人话了 说希望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会做些随意的事情 让我微笑 可是这句呢 我努力工作后面怎么不加做号呢 每个周末都可以起飞又是傻 但不管怎么样 对相信这种事情 自我介绍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信息是 最有点的资料 国籍 年龄 身高和职业 以及这些帅气的照片 这些资料已经足以秒杀 国内相机身上的大部分男嘉宾资料了 更何况啊 机构还会告诉你 外国人不如讲究门当户对 像您这样高速的女人 成功率是很高的 更让那些离异待完的女性心中的是 她们期待着 有人可以带她们 彻底从双心地抽离出来 给予自己孩子出国留学的机会 接下来呢 这样的期待 便会伴随着机构的各种花饼 不断膨胀 这段时间生意很火 已经吸纳20多个会员 一年能有五六名女士 和外国男士成功订婚 想嫁老外的女性很多 竞争激烈 机会来了就要及时抓住 汽车任何国家的男人都能给 别墅都有 订婚了 就能办签证出国 最后推动她们入会的 是我们最开始看到的 一个个离奇的幸福故事 像这个机构的人 甚至说 我们公司的清洁工大妈 都可以嫁到国外 看你心动了还在犹豫 就会告诉你 要涨价了哟 这一滴汇费将从五万涨到了六万 现在不亏就交了 为此一位叫唐梅的女子 卖掉了她唯一的住所 那是2006年 一个28平米的房子卖了六万块 而一直到17年后的今天 业内的汇费也才四万八 而这些老外就算是真的对接上了 也未必有资料上写的那么美好 来看信息时报记者采访 方记者提问 你们会不会对个人的资料进行合适 对方说自己还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但是到了结婚的时候 是需要打证明的哟 咱就是说 不到结婚了才发现资料作假 这不成了一群太监开会 成不羁之谈了吗 而在接下来的谈话当中 对方甚至不小心露出老外也有下档的 不过老姐 我没有恶意啊 农村的大领妇女不会英语 是怎么嫁给老外的呢 我们有一套很简单的英文学习方式 你就算是个小白 你什么都不会 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跟对方达成这个简单沟通的这种状况 他做的是98000的包成功 因为他知道自己年龄大了 他要是来找他就65岁了 他这会儿已经嫁出去三四年了 如果你一心想出去 一心想嫁出去 就能嫁出去 那就是靠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帮助 你很快就能出去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每天都在按照我们的方式的学 然后呢 我们又让他去买了个点读笔 人马会在坚持 凡事都是坚持 啊 65岁农村妇女被你们教到一年 就能英文交流自如了 你们不应该做婚恋中介 应该去新东方教书啊 英语可以慢慢学 而还没学会的这段时间里面 就由中介来帮你聊天 总之语言一定不是爱情的障碍 只要你想嫁就一定可以 而交到钱之后 他们换来的只是几封三亿的邮件 然后看中介跟你写的日后朝天的回信 在人间的这篇文章里 就讲出了 作者是如何帮女会员调欧美男性的 虽然文中的机构的服务对象 面向的是东南亚国家的女性 但是这些套路和面向中国女性的 其实是一模一样 中介公司帮女会员们 在各国的跨国婚恋社交软件上 注册了账号 然后用女会员的照片和资料 去搭设软件上的男嘉宾 其实就相当于帮你使用了默默 这些岗位说好听点叫三亿 实际上就是聊天工具人 作为新人 他们每天都要发完 4000条的搭设信息 为此他们使用了一款器人软件 可以实现自动循环点击 搭讪发消息 搭讪发消息 一直做重复的动作 而为了提升搭讪的成功机率 他们还会采用比较露骨的语言 比如你想深入了解我吗 想和我玩玩吗 你现在穿着什么 而这期间都是女会员们不知道的 但这种还算是真实服务了 有些机构甚至直接给你造假 这位赵女士把信拿给了当地的外语老师的朋友看后 对方很惊讶 老外经常也会写背脚的中式英语 还有的机构会采用软轴路的方式 先给你一些甜头 然后再受阻 让你自个儿放弃 例如一开始都是热情洋溢的信件 客户阿荣瞬间找到了少女时代被热气追求的感觉 一个月后 这位热情的美国人说她要来中国见阿荣 但随后一封信 美国人说还要再等等 自己正在筹机票前 一个连GPL都买不起的人还怎么能够承担两个人未来的生活呢 阿荣就放弃了 卖了房交会员费的唐梅 则是突然被通知 有外国男人看上她了 于是他们开始视频聊天 但是每次都是在三更半夜 他便提出 可不可以改时间或者在美国时间的半晚 但对方说 不行 我要看电视 唐梅也就放弃了 几次这样的结局之后 你只会觉得机构也尽心负责了 这些男人确实曾经心动过 只不过不合适 你大概率都不会迁怒于机构 只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嚣张一些的 也有机构直接给你来个硬着陆的 秦兰交了5000的押金 头一天还在聊要来中国见面 隔天对方却突然人间蒸发了 更离谱的还有 广州的张兰成功结婚了 但一个月之后 对方却悄悄回国了 想离婚都没法理 半年之后 对方说自己要去多南亚重新找老婆 总的来说 这些中介专门盯着一些大龄的单身圣女 或者基于通过结婚移民海外的女性 然后收取高额的会员费 承诺介绍国外优质的男性 但结果几乎都是骗你 实际上 我国早在1994年 就严令禁止成立 设外的婚姻介绍机构 任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段 或以盈利为目的 从事或变相从事 设外的婚姻介绍活动 所有的这些设外的婚姻介绍机构 不管有没有坑人 都是非法存在的 这条禁令之所以被颁布 也是因为当时发生了 多起中国妇女 被以结婚的名义 骗出境外的事件 而直到今天 这样的风险依然存在 这样的片女 真是利用了大领 尤其是离异女性的心理特点 在国内女人30未婚 就是叫圣女 女人离婚就没市场的 苛刻背景之下 她们就算是再优秀 也很难被认可 而就在这种万分的苦恼之时 这些机构 向她们抛出来了一个 出国结婚就能完事的一个目标 吸引她们为之驱逐 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 常识很重要 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就好像在种一棵树一样 你一定需要时间的滋养 需要经历风飞日晒 需要经过慢慢的生长 对吧 才能够有一个 和谐长远的一个生长 一个发展 很多事情都不可急功近利 而感情由于如此 下期有机会我们再聊一下 越南新疆背后的暗黑产业链 那么这期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三连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